Dawson今天不来介绍AI的内容 好不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家很厉害的咖啡厅 干嘛啦你 走啦你 哦 干嘛啦 像这一幅呢 就是用压克力炎料做的 忧郁多脑壳 干嘛啦你 怎样啦 我们从那件事情里面闹 怎样 诶 那个会议室到底是怎样啦 你要几个人 又不讲连组 啊 订个什么 亏你每天还在跟我研究AI 来来来 我跟你讲 让我这个Messbooking的达人来教你 其实你只要在Google Map 搜索你要的产品跟服务 你看我们现在要找会议室 对不对 好 你看哦 这里面有你想要选择的会议室大小 而且这里面的功能 有很多行业都可以选 什么餐厅 连锁店都可以用 更重要的是你看 我们这个会议室里面 不是还要增加一个设备吗 你看他这边可以选择 你想要增加什么设备 比如说你要增加电视或者是音响 其实这个里面就很像购物车 官网的购物车功能一样 更重要的是用LinePay就可以支付了 你看哦 而且他不用用官方Line去加 他就可以完成预订 然后你看这个弄完以后 他直接帮你加入这个Google日历里面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找东西的时候 你在Google搜索里面去搜索服务 你只要看到线上预订有个大按钮 就代表可以直接透过Google来预订服务哦 有这样的东西你去找起来 预订起来就很简单 好不好 Google商家几乎可以取代官网购物车的功能 甚至他也不会跟官网 还有其他预约系统一个充分 有兴趣开通Google预订的商家 点击下方欢迎报名Messbooking的免费讲座 靠 诶啊 这么方便你还叫我订 那自己订就好了 你怎么会死刀